- 學生筆電推薦 哈囉,大家好,我是榮榮 嗯? 一年一度的學生筆電推薦又來啦 看到這個企劃就知道要開學了 在企劃的過程真的很煎熬 因為款式太多,規格也讓人眼花撩亂 當然都是我們認真挑選出來的 希望大家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筆電喔 提醒大家,本集的資料是收集到2024年8月為止 各平台規格與價格也可能會有不同 購買時還是要詳細看過規格喔 我們會分四個價位來分別介紹 文書、創作者跟遊戲筆電 大家也可以點時間軸直接到有興趣的機款去看喔 首先是2萬元以內屬於基礎的文書機 我的挑選重點是 效能夠用,不能太重 電池要45瓦時以上 而且連接部一定要足夠 第一台推薦的是MSI的商務筆電MODEN 14 這台可是有得到德國的紅點設計大獎喔 螢幕是14吋1920×1080的IPS顯示器 重量是1.4公斤 處理器是Intel Core i5-1335U 處理器後綴是字母U 代表能夠節省能源 適合需要續航力的文書機 搭配內顯Intel Iris Xe 16GB記憶體加上512GB SSD 平常文書處理、瀏覽網頁、追劇 這樣的配置很夠用,連接部也很完整 兩個USB-A 2.0 一個USB-A 3.2 Gen2 一個USB-C 3.2 Gen2 一個HDMI 1.4 一個耳機麥克風孔 還有MicroSD讀卡機 這台螢幕可以180度攤平 跟同學一起討論報告內容很方便 還支援Hi-Res可以播放高解析音樂 而且還通過 Mio Sander 810G均規同級標準測試 所以耐用度有保障 第二台是VivoBook Go 15 OLED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會追劇吧 這台具備OLED螢幕 高對比與鮮豔色彩 讓視覺感受有很大的提升 處理器採用AMD Ryzen 5 7520U 後綴U也是功耗較低的意思 搭配AMD Radeon顯示晶片 記憶體是16GB 儲存空間為512GB SSD 連接部也是很充足 一個USB-A 2.0 一個USB-A 3.2 Gen1 一個USB-C 3.2 Gen1 一個HDMI 1.4 一個耳機麥克風孔 跟前一台比起來少了都卡機 電池容量是50瓦時 重量是1.63公斤 最重點的螢幕規格是 15.6吋1920×1080的OLED螢幕 具備100% DCI-P3廣色域 還有Pentone認證 能呈現對比度高鮮豔又細緻的畫面 同時通過德國萊茵的低藍光認證 降低長時間追劇的眼睛不適 此外它還具備全尺寸鍵盤 有獨立數字鍵 Mio Standard 810H 均規耐用認證 以及具備快速充電 49分鐘可以充到60% 我覺得CP值算不錯喔 接下來到了2萬以上3萬以內區間 首先是今年很熱門的AIPC 沒錯 3萬元以內就買得到 這台就是Acer Swift Go 有Intel EVO認證 確保各方面效能 顯示器也不差 採用2.8K的IPS霧面螢幕 具備100%sRGB精準色彩 搭配16比10的比例設計 更適合文書工作 處理器採用Intel Core Ultra 5125H Ultra系列的處理器是專為AIPC設計的 內建NPU神經處理單元 可以加速AI應用 具備獨立顯卡Intel Arc 記憶體是16GB 儲存空間為512GB SSD 連接部多了Soundable 4 重量部分就有1.32公斤 具備Copilot實體按鍵與AcerSense鍵 可以快速叫出AI功能 無線網路採用Wi-Fi7 速度更快更穩 觸控板有增加多媒體控制設計 看影片要暫停、播放、倒轉或快轉都很直覺 如果你喜歡放一大堆檔案在電腦裡的話 這台還可以再擴充一個M.2 SSD 另外還有指紋解鎖功能 AI視訊音訊降噪 雙風扇冷卻技術也沒有少 如果你想選的是入門級AIPC 這台絕對是個好選擇 接下來是MSI Prestige 14 EVO 是推薦給喜歡存一堆檔案在電腦裡的人 MSI Prestige 是屬於商務筆電系列 螢幕是14吋1920x1200的IPS顯示器 也是適合文書工作的16比10比例 重量是1.49公斤 儲力器是Intel Core i7-13700H 很不錯 搭配Intel Iris Xe顯示晶片 記憶體有32GB 儲存空間竟然有1TB SSD 麻煩檔案超多的人 直接無腦入手這台 連接部也大同小異 但要注意這台是用PD充電器 充電時會佔用掉一個Type-C接口 音質部分支援Hi-Res高解析音樂 並且通過Mio Standard 810G 均規統計標準測試 全部規格都具有一定的水準 這個價位最後一台是推薦 Acer Nitro V 是推薦給有影像製作需求 或是遊戲玩家 Nitro V 是電競筆電 儲力器是AMD Ryzen 5 8645 HS 後綴HS 表示是功耗低的高效能CPU 具備獨立顯卡RTX3050 而且支援MAX獨顯直連 16GB記憶體跟512GB SSD儲存空間 都支援雙槽擴充 連接部還有RJ45 遊戲時聯網更穩定 會同時推薦給影像工作者的原因是 它的螢幕具備100% sRGB 加上有獨顯 對於有設計需求的朋友來說已經夠用 想拿來玩遊戲的話 螢幕更新率有165Hz 還具備雙風扇跟四排氣孔 幫助維持效能 不過這台重量有2.5公斤 不是帶出門的好選擇 在價格跟效能的要求下 只能犧牲重量了 天啊 到現在才講一半而已 我們團隊真的是耗費龐大的時間跟精力 為大家精挑細選 所以拜託大家幫我們點點讚鼓勵一下吧 接下來來到 3萬到4萬區間 首先介紹超人氣選手 Apple MateBook Air M2 3萬2千9就可以入手 MateBook的續航與耐用是出了名的 我大學的時候也是靠自己打工存錢買了一台 現在還在服役中喔 螢幕是13.6吋 2560×1664 Liquid Retina顯示器 重量1.24公斤 是今天介紹所有機款中最輕的 搭載的M2晶片效能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去年就有推薦過這台 文書處理到Photoshop都沒問題 但一樣提醒大家 如果只是日常使用 8GB加256GB就很夠用 那如果有影音剪輯需求 就建議選到10核心GPU 16GB記憶體跟512GB儲存空間 只不過價格就會多了12000來到44900 是我的話 寧可再貼3000買到M3版的 大家就參考看看囉 但如果你喜歡玩遊戲的話 要注意還是有很多遊戲 沒辦法在MacOS上玩 所以買之前記得再多做功課 再來我想這個價位 應該來台電競筆電了吧 在我的火眼金金搜尋之下 找到了這台 技嘉G5 KF5 處理器是Intel Core i7-13620H 加上獨立顯示卡RTX4060 RTX40系列DLSS3效能高達4倍 光追效能高達2倍 用來遊戲或者影音解擊都很OK 也能用來直播同時錄影 重量只有2.08公斤 在電競筆電裡算是很輕的耶 價格才3萬出頭 這個不推不行吧 而且連接部該有的都有 連Mini DP跟RZ45網路孔都有 1920x1080的IPS顯示器 更新率有144Hz 基礎的射擊遊戲跟賽車遊戲 都能不卡頓 還有遊戲很重要的散熱 具備Wingforce散熱系統 有兩個59扇葉風扇 4個散熱導管跟4組散熱孔 減少因為過熱導致效能下降的問題 想要入門電機筆電 又想要不錯的效能 選這台沒錯 這個價位 最後推薦這台LENOVO LOCK 15 IR X9 除了遊戲以外 也推薦給創作者使用 處理器為Intel Core i5-13450HX 後綴HS代表效能最高 所有SKU皆不鎖平 具備獨立顯卡RTX4060 16GB記憶體跟512GB儲存空間 跟前一台最大的差異就在於螢幕上了 1920x1080 IPS顯示器 有支援100% sRGB 以及支援G-SYNC 因為是電競筆電 重量上也不輕 是2.38公斤 連接部分布在機身後側與右側 有USB-C、USB-A跟HDMI 2.1 還有RJ45網路口 跟前一台差一張小朋友 大家會怎麼選呢? 感謝大家看到這裡 終於來到4萬到5萬以內的筆電推薦啦 兩台都是電競筆電 遊戲跟影音剪輯都很合適 但各有優缺點 就看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做選擇囉 第一台推薦的是Acer Predator Helios Neo 16 過去電塔少女頻道也有評測過這台 可以點右上角連接看哦 16吋螢幕玩遊戲比較過癮 但是重量也來到2.6公斤 2560x1600的IPS顯示器 螢幕更新率有165Hz 還支援G-SYNC讓遊戲不卡頓 重點來了 處理器採用Intel Core i7-13700HX 有16核心 基礎功率可達55W 搭配RTX4060 140W滿寫版 玩3A大作絕對沒問題 DLSS光追都開好開滿 雖然出廠配置只有16GB加512GB 但都有雙槽可以擴充 記憶體最高可到32GB 電競筆電注重的散熱也不馬虎 具備第五代Aero Black金屬風扇 CPU有液態金屬散熱膏 另外還有五個散熱銅管 鍵盤具備四區RGB背光 看起來就很過癮 還有情境模式快捷鍵 能夠一秒進入高效遊戲狀態 網路部分有Intel雙KILLER 電網遊戲更順暢 連接部也很充足 大家直接截圖看字卡就好 這樣的規格配置只要4萬出頭 大家會心動嗎? 最後一台要推薦的是這台 ASUS TUF GAMING電競AI筆電 14吋的螢幕在電競筆電中偏小 但重量只有1.46公斤 我一開始還以為我看錯了 真的只有1.46公斤 超輕量讓你方便帶出門 隨處開玩 螢幕更新率一樣有165Hz 並且支援G-SYNC 很特別的是這台也是AIPC喔 處理器選用的是AMD Ryzen AI9-HX370 是為AI設計的處理器 NPU運算力有50TUPS 12核心為ZEN5架構的4大核8小核 以及24執行序 搭配RTX4050獨立顯示卡 DLSS3跟光追也都沒問題 連接部大家一樣看表格就好 散熱部分在機殼後方有大型散熱器 搭配兩組散熱器片以及89頁雙風扇 鍵盤特殊設計可以增加氣流降低表面溫度 確保遊戲時的效能以及鍵盤的涼爽 具備快充功能30分鐘可以從0%充到50%電量 並且通過MIO STANDARD 810H 均規測試 耐用度有保障 鍵盤上也有Copilot鍵 遊戲同時查工率也很方便 而且還有Dolby Atmos 平常看影片音效也夠享受 會選擇這台主要是看重它的大小跟重量 不曉得我們選擇這兩台電競筆電 大家更喜歡哪一台呢? 終於... 終於介紹完了 起床起床 各位起床 如果大家看完有覺得什麼不足的地方 就還請多多包涵啦 那有什麼更推薦的機款 也歡迎在留言處告訴我們喔 我是熊熊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